今天就還是來了 這個主題呢 以前都不是我講 就是台北台中 歷來的步道學入門課 這個主題都不是我講 那 我今天準備 所以我說這是台南步道學入門課 特別當中 應該是從來沒有人聽我講過這個主題 那我今天第一次試著講 所以那個 我看看我不知道 我昨天還在問Marco說我會不會準備太深 因為裡面有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就是我的 通常我想要傳達的東西會比較多 大家應該也已經發現了 所以就算是有同學寫了意見說 可不可以一開始先講課綱 好 那我待會兒會先講課綱 我先處理一下行政的事物 待會兒因為我要 我明天早上7點15的飛機要飛台東 所以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趕回去 所以我大概有講到9點 那在今晚會處理班上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10月6號的戶外課 對不對 就是大家確定集合還有保險那些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那個 就是 下個禮拜上課的投票 對不對 是下個禮拜還是30號 現在應該已經投票結束了 然後那這件事情做一個決定 告訴我們這樣子 目前是所有人都有投還是 我看起來怎麼才7、8個人 大概都是99 好像都有是兩個都有投 只要有投都是投兩個投 對所以現在剛剛我看是99 99了喔 那個設定有點多 好那待會兒在課堂上處理 就是如果有人需要去的話 然後那個 10月4號跟5號 是我們協會 就是舉辦山海居民人士走的 另外的訪問 他是屬於自由參加的 並沒有要求大家一定要參加的 目前是一騎跟會合說要去 班上還有誰騎單位說要去嗎 志鴻嗎 然後你會開車嗎 你要騎車喔 好 那這個事情 待會兒 待會兒 待會兒就 那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子的對不對 好 OK 那所以這個事情 待會兒也是待會兒再處理 所以這樣1、2、3 3件事 還有什麼事要處理 沒有了 好 我就想到 我就講一下 今天晚上我要講些什麼 第一個部分呢 我會先講是7弟 生態跟生命 就是7弟的這個章節 它跟自然生態不一樣 我們不是只是在了解個別的生物 然後有哪些生物 而是要了解它 代表什麼表徵 還有就是 整個7弟的環境 我們要考慮一條線型的空間 穿越的時候 要考慮哪些事情 所以這個是第一大部分 然後後面看時間 就是我可能會看9點之間 我都直接來講 一個比較細的 可能會是舉案例 就是我們在實際做一個步道的時候 做它的從規劃階段到實際 進入到工匠的設計 到實際施作 這過程中 生態的考慮會有不同的 扮演的角色 那我會用一個實例來講 其實是我準備了兩個實例 但是我怕講過 所以就是有實例 然後如果到這邊都還順利講完了 還有10分鐘左右的時間的話 那我會再幫大家補充一下 山海郡國家一起遇到 上一次報程是講之前 從地方倡議開始的這個過程 那我的部分呢 可以幫忙補一下 現在的規劃狀態 但是呢 這要是實際能力 這樣 這樣 今天我要講的 影片大家可以講 好 沒有 OK 話又說白 為什麼今天的人 怎麼好像還有幾個空位 OK 好 其實 談那個 棲地生態的概念 這個 一個是ECOLOGIC 一個是BILOGIC 這個兩個字跟 字頭有什麼不一樣呢 大家有人知道嗎 有人是學 一個是 一個是什麼環境 一個是ECO其實是 是比較 它的字跟是比較家 這個概念 所以在這個家裡面 會有很多個體 對不對 然後個體又構成了一個系統 會變成生態 好 那 後者呢 這個後者的字跟它比較生命 就是個別的生命 那我們常常呢 在看這個 嗯 步道的時候 我們常說 要注意環境生態 對不對 所作步道的第一個原則 就是說要考量環境生態 考慮的是什麼 除了在討論個體之外 其實要討論的是一個系統 就是我們這個 因為通常線型空間的穿越 它必然會對一個系統 帶來一些 勞動 那那個勞動什麼樣的情況 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要注意一些什麼 所以 其實所謂的生態學 或生態系統 它其實就在研究 在這個系統裡面 能量的循環、空間 它的時間 然後它的生物多樣性 那 基本上 生態系是一個循環系統 然後它的能量 會一直不斷的循環 如果生物多樣性降低的時候 那個能量 還有物質循環的功能就會降低 那這樣就會導致這個 漆地面的不適合生存 簡單講是這樣 那 生物多樣性降低 這件事情呢 有可能是因為外來的原因 通常是外來的原因 所以 它會包含 剛剛那幾句話 我們簡化成在這個 這個圖上面 其實就這幾件事 就是我們要考慮生物跟生物 還有環境之間的關係 就是要考慮這幾個東西 但是通常對於物道來說 它最主要的介入音質是什麼 在空間上面 在空間上面 所以我待會花比較多時間講空間 那當然上次我們有提到 那個 比如說你從外面 搬運材料進去 它也可能會造成這個地方 物質的良變 然後這種搬運所造成的能量的損耗 也可能會對這個環境造成影響 好 好 那其實你只要老公其中一個 就會影響到那個多樣性能 好 那 所以呢 多半 我們在談道路對於生態系統 所造成的影響的時候 主要會集中在空間跟物種 物種的部分 大家以前常常會講到 比如說動物植物 這裡有什麼稀有種 有什麼優勢種 有什麼需要特別關鍵等等 有沒有什麼個體非常重要 大樹或老樹 好 那這個我們都 這個我就都跳過去了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在講說 怎麼去對物種去做觀察 那包括陸域的調查方法 好 然後 那現在最常見的 陸域有這麼多種調查方法 然後現在因為我們那個技術上 比較容易 好 所以 就是會有我們外線的照相 這是比較容易觀察到的 好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去走步道的時候 不容易看到實體的動物 除非他已經死了 好 然後那所以這個目視觀察法 大概都從他的一些痕跡 來看 好 知道大概有什麼動物這樣 那 這是我們在 鳳山坑加自動相機拍的 我們在很多地方都會駕 好 然後就會了解說這個地方 生物我們做了以後 跟做之前有沒有什麼改變 好 好 那 呃 這個喔 呃 這個案例是要講說 大家有看過 左邊這張照片嗎 有沒有看過 實地看過 你們知道那個住的是什麼嗎 好 我其實已經打得起來是還沒有 好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如果遮著這個的話 你如果只是看這個 其實這步道上常看到這兩種東西 對不對 呃 你們比較常看到右邊的 右邊的常見 就是你走走走 然後覺得土鬆鬆的 有沒有 有 常常會有練習對 練習中土 那通常你看到右邊那樣 就表現怎樣 其實他這個環境表面應該是怎樣 不要硬化 對不對 好 就是這樣他才有個磚 好 好 那左邊這個代表什麼 它的 其實你如果把那個瓶子遮起來的話 是不是大家常看到 我們在 這個通常會出現在什麼地方 可能就是 呃 河邊的沙地上面 然後 那個 草從裡面出現這種草 那 以前沒看過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他會以為是什麼 就是 鳥 然後就會想說 欸鳥住在 就是在 草裡面的 對不對 然後就會想說 啊這裡有 可是後來 經過幾次之後 才了解到 它其實是一種水流 然後它是 會煮草 然後住在草的 中間 你會看到離地 還有一段距離 那這個時候 表示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水位 蛤 水位 對 所以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草的時候 你就可以大概可以判斷說 這個步道會淹水 然後平常淹到的 就是它煮的地方 就是淹不到的高度 簡單講 然後你就可以去判斷說 那我這個步道 它其實是一個長淹水的地方 好 那我需要怎麼煮 這是 我只是舉例 其實在過程中 我非常多種不一樣的步驟 記住喔 我現在直接講個別的步驟 好 那因為後面只會講 好像主要是講植物 所以我動物的部分 稍微講一下 鳥類 好 那其實鳥類也有這麼多種 不同的技術方法 那 那 我只舉例 就是說 像比方說 假設斧 你在 好 OK 就是 你看到這邊動的時候 就要有感覺 比方說 我假設我在做合體 所謂的提案 好 就是假設它是河流兩邊 你要做提案 那 你就 怎樣 不是只有 不能夠做水泥提搖 你可能也不能做氣神的提搖 因為那邊是 它的特性是什麼 它是用在土裡面鑽洞 然後住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 當你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會決定 好 你要怎麼來處理 這一些 其實就是你看到它的家 但是你只看到一個物種 好 那 另外還有兩棲類的調查方式 然後它有水裡面的 有森林裡面的 就住在樹上 住在水 不一樣 爬蟲類的 有這些觀察的方式 那 其實呢 你如果看到爬蟲類 像我們在 那個 步道上喜歡 就是看到有那種 石籠子 或者是什麼 其實那個附近 你做氣石的那個梯的話 它會住在裡面 就我們有 實際上 觀察到 它會使用我們的環境 好 然後呢 當然做步道的時候呢 就是要注意這些東西 就是 翻石頭 或是什麼時候 注意這些東西 蝴蝶呢 也有不同的調查方法 那 通常 粉蝶 比較多的地方 代表什麼樣的環境 附近比較有農業的干擾 農業的干擾 當然你看到不一樣的 這些年的時候 你會去考慮說 它的棲地 大概狀態是怎麼樣 那不了解沒有關係 其實步道學是很跨領域的 就是 我們也是會跟不同的 很專業的人 去合作 去做前面的調查 這樣它才能夠幫我們 看出很多的訊息 然後 蜻蜓類 然後 那 基本上是水域比較多 那當然還有水域裡面的物種 好 那 通常最後會形成這樣的一個整理 然後這些都是調查方法 就是調查方法 除了這些調查可以形成一個解說牌 好 當你把這條步道沿途會看到什麼 動物資源 把它寫出來出來 其實最大意義還是要回到 我們今天要講的 就是它對於這個 我們去理解 一條步道要通過這裡的時候 需要考慮的時候 舉例來說像 那個 零 雖然說我們覺得 零跟鳥是會飛的 可是 當步道它會從 尤其是像 貓頭鷹 它常常會受到這樣 就是假設 你開替的新的步道 會從 它所在 這個樹上所經過的 這個環境裡面 經過的話 通常它會換地方出場 就是 這個通常有的時候 會有 所以在觀察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去 從物種裡面去判斷 這裡面有些什麼人住在這裡 然後它住在這裡的需求是什麼 好 那這個空間的了解呢 就從大的尺度到小的尺度 都有可能 它會在不同階段的時候 我們需要考慮 那 有幾個專有名詞 像比如說 機質斑塊籃道 這個就是上一次我在 講到 荷蘭生態綠網的時候 講到那個 呃 綠色雞排 機質就比較是說 我的 核心的資源 保護的區域 然後呢 斑塊可能是在這個 核心集中的這個區域外面的一些 零散的 綠帶或者是一些 那透過瀾道呢 盡可能把這個機質跟鄰近的 範圍連結起來 就可以減少 對 就是空間對於這個 漆地造成的影響 或者是修補它 那 有一些空間可能會提供 就是說 它雖然條件不是非常好 但是它有可能是這附近呢 唯一的一個庇護所 所以對於假設 當你在做調查空間的時候 你會說 這個地方 明明它的環境條件很差 可是還是調查到很多生物 這意味著什麼呢 周邊開發壓力很大 然後 所以這一塊 最後的一塊棲地 對於這些生物來說 是最後的庇護蟲 所以你要更加的注意 這個 你去做任何的導動的時候 就要造成影響 好 那或者是 如果你調查的時候 遇到正在列化的點 那 你所做的這個 空間上的行動 有沒有可能 有一些補償性的措施 這個基本上是 我們在做前面的這個空間規劃的時候 需要考慮的 比較大尺度的東西 好 那它其實不同尺度 會在不同的階段 需要考慮到 那 這個是舉台北人例子 好 舉舉例來說 像我們在上次 我有說 我們在台北做生態力網調查 大家還記得 我們把台北的一些 呃 台北的山系非常的有趣 就是 它有點像手指 伸出來 然後這一個一個手指 就是一個一個交山的領先 然後周邊這邊都很密集的開放 然後這個手指伸到台北的盆地的時候 這邊主要就是這個地方的基礎 然後伸出來這邊有一些公園 綠帶有什麼大陸森林公園 郭富縣館眾 台灣大學 或者是 大家有看到燈化南北路 是一個長條的綠帶有沒有 所以 這個 然後這個就是會在 我們的這個環境裡面 它是被成為一個孤島 有沒有 所以 這個綠手指 怎麼能夠跟那一些孤島 能夠連結起來 才能夠使得那個 生物狀況性或 氣地的延展性 對不對 好 那所以當我們在調查那個基地的時候 比方說我們調查公館 觀音山這一邊 最近他們說想要做一條孤島 那我們就要意識它在這個 生態的氣地裡面 它的位置可能是一個什麼重要性呢 就是 它 觀音山其實應該跟旁邊的殘除山 能夠怎樣 連起來 然後 那 它又是位於綠帶要進到藍帶的那個 最前面 所以 它就會產生 這種 就是 冰溪的 生物的 移動的需求 所以 它的這個 馮舞效果是很重要的 好 那 步道的空間的考慮 你基本上就是 上次我講到 如果你調查到的時候 是比較稀有的 比較重要的空間 它應該優先考慮的原則是什麼 是迴避它 好 然後呢 你要去配置 你的氣地裡面的這個 就是 比如說 這個裡面其實還要講到一些豐富的東西 好 就是盡可能多功能 不是只有 想到一件事 好 然後 那要注意所謂的 破功效益或衍生效益 後面我們講到道路開發 給大家講實力了 好 好 比方說 我們假設調查一個地方氣地的狀態 是像 圖A這樣子 這裡面有比較大的族群 比較小的族群 然後 離的比較散 好 那 照理呢 這一些大的族群跟比較小的族群之間 其實是有相互連結 然後有一些比較小的這個 基本上它還是有一些連動的關係 但是假設你有一條路 像圖B這樣子 從這邊切過去以後 就會導致族群的切割效果 然後像比如說這個 它就會跟這邊產生完全孤立 而這個沿著路兩邊的這一些就會消失 這樣 那 這就是所謂的氣地切割 或者是那個 種連族群的這個 就是變得更單一 那這就是需要考慮的事情 另外還有什麼 就是生態敏感的區域 比如說 國家公園 野生動物保留區 周圍氣息環境 或者是河川行水區 冰水袋 沼澤 保安嶺等等 這些在我們在注意的時候呢 這一些區域 如果你在調查的時候 基地調查的時候 知道是衛雲 這樣的敏感區域 就要特別注意 那這裡其實有一個 嗯 參考的資源 就是我們通常會去用那個 摩土車衛雲 然後把我們的點位 或者是我們的線 把它放到這個 摩土車衛雲的資料庫裡面的時候 一比對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條線會經過什麼樣的靈感區域 這就是我們在做步道車 需要考慮的事情 因為它有可能會造成 這些區域 就是路的通過 也會造成這個現象 這樣 好 理解吧 好 那 剛剛講到冰水的這個問題 其實水路交接的地帶 也是生態會是最偷富的地帶 然後但是非常多人喜歡走在什麼 冰河或冰溪的步道上 有沒有 大家都很喜歡走路的時候旁邊有水 然後最好還可以下去清水 對不對 那動物也是一樣啊 所以當我們在冰溪做這樣子的一個 步道空間切割的時候 它有可能想要動下來的這個過程 所以 這個是一個通常 河岸的 它的 漆地的一個樣 樣態而已 那 如果以這個圖來說的話 大家覺得 對於生物比較重要的浪道 應該是在哪一邊 右邊 對 那所以 通常盡量避免怎樣 在右邊那邊你設 如果可以設這一岸 對不對 而且你即使是設這一岸 要保留足夠的直升帶的寬度 來避免影響 那當然是主要是對道路 對步道的話 可能干擾片如果打 但是 待會我會有一張再講 道路它會造成什麼影響 好 那通常 剛剛所說的那個 兵器袋的這個 植物像 然後跟那樣的棲地裡面 提供的 動物居住的 一個完整的樣態 這就是完整的棲地的樣子 那所以 這個我們要去考慮 線性空間 在哪個地方切過去 它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那或者是說在農地 這些都是 這個其實描繪的就是 剛剛說的那個家的感覺 在這個你要先去理解 這個棲地的樣態 跟他們相互的連結性 然後再去考慮空間的穿越 好 那舉道路來說 道路通常 它的開發道路路越寬 或者是 或者是 要讓車子行走 這件事情 本身 通常會帶來 這一些影響 一個是 大家現在最常看到的 就是什麼 路撒射在說 那個 路上撿到什麼屍體 對不對 那個是直接影響 就是中間那個 因為路開發之後 兩邊的動物還要穿越的時候 會造成個體的死亡 有沒有 好 這個是最常見的 道路影響 那 另外就是 這個 路面浸流 它排水排到 路外的時候 路面的一些化學的 這個成分 會被它帶到水體裡面 對水體造成的影響 這也是一種 好 然後 那它還會造成什麼呢 我們舉下面這個例子來說 這個是 道路穿越的時候 對於 棋地還有 生物不斷線 就是密度 動物的密度 跟這個生物不斷線的影響 好 假設這個路線 只有到這裡的時候 影響是這個樣子 好 假設它從旁邊穿越的話 這兩個相較之下 這邊的影響 組合效果就會比較大 因為它非常從這裡 還可以過對不對 那假設這樣子切 所以你可以看到 路越切越多的話 對棋地造成的影響 其實就會很明顯 這對動物生物的 行為有改變 然後它有可能會帶來 外來種 因為道路的開發 而引進新的外來種 導致這個地方的生態系統 改變 或者是說 車子穿過去的時候 會對當地 再帶來一些噪音啊 燈光啊 這些物理性的干擾 所以它有化學性的改變 有物理性的改變 有生態系統的改變 好 然後 這些都是道路 如果 從這個空間進去的時候 需要考慮的事情 那衍生性的影響 就包括什麼呢 帶來的人潮衝擊 所謂的環境評估 通常應該要評量的是 工程完工之後 它的後續 比方說下途是 有了路之後就怎樣 開始開路營區 開始開山坡地的開發 好 然後 那它就會有衍生性的影響 或者是 路會一直越來越拖越寬 或者是帶來非常多的遊客 有一個干擾當地人的生活 好 或者是 開始出現像這種 四龍傳動車界 就是一旦開路的時候呢 你要考慮的事情的影響 有可能不是開路本身 而是 路開了以後 後續會帶來的東西 好 OK 好 那 所以 一般來說 以剛剛那個 這只是舉一個例子 就是以剛剛來說 那種 冰水的道路的開發的時候 理想上呢 它必須要保留一個生態緩衝帶 減少路面帶來的影響 直接比如說進入水體的化學能源 或者是 就是 它在這個 這個其實是 有一個工程公司他們做的案例 就是 路案的部分 他們要考慮生態的移動性 好 然後 那 再靠上邊多的地方 考慮水土保持的防治 然後 這個道路本身 它的開發面積 要縮減 好 然後要 另外去 考慮 如果要從 陸域到水域之間的 某種生物 它的習性是什麼 那如果必要的時候要做 生態緩造的車子 現在畫的那個虛線的部分 就是生態緩造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東西 都等於要做生態緩造 它其實都要先從零方案開始 就是說 不做會不會更好 因為做了會有剛剛所說的 那一點生性的破壞 那如果非做不可的時候 怎麼樣減少它的破壞 還有選線的問題這樣 前面講的是 比較寬的道路 它會造成的問題 而且它車型速度快 是讓車走的 那一般來說 其實步道呢 絕對是比車路還要少衝擊 對不對 那但是步道本身 專門屬於步道本身的這種 線型空間 它對於周邊環境 會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這就是接下來要講的一個 一個比較長的段落 那 因為我要在九點之前 把這些東西講完 所以我前面講比較快 大家還ok 好 那我現在接著講 那如果純粹是人走的路 它的步道的線型空間 會造成哪一些影響呢 在學術界來說的話 大概是 就是就這五個東西來進行研究 一般來說 人直接去踩踏步道 會導致什麼呢 土壤的緊實化 就是 那當然土壤的緊實化之前 會先有什麼 子群的消失跟組成的改變 就是本來是 有靈相的 上面有植被 有地被的植物 然後你踩了以後呢 植物長不出來了 長不出來之後呢 在土壤自己本身的地方 錶土或斧子值得流失 然後被踩踏導致緊實化 這個是兩個比較明顯的問題 那步道分身是什麼呢 步道分身就是講說 它有可能是 比如說捷徑 或者是產生很多條路 我們常會看到那個爬山的人呢 他常會這樣子也走一條 然後那樣子也走一條 這就是所謂的步道分身 那通常上山跟下山會選不同的路來 這也是步道分身常發生的問題 就是大家知道什麼叫上山下山走不同路 因為你上山走這樣比較瘦 下山的時候 這樣子又變成有點陡 所以你又會怎麼樣 所以這樣子就會 使得那個路線沒辦法固定下來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步道加寬 步道加寬 有可能因為一些原因 比方說步道上面積水 所以它就往旁邊繞 對不對 或者是辦比賽 辦活動 很多人同時要走 都會導致步道加寬 那步道只要加寬 前面這幾個就會發生 就是旁邊加寬的地方 齒群消失 或組成改變 因為它有可能會 帶來新的 就是導動它的臉象之後 新長出來的 有不一樣的成分 或者是塑膠起死化的問題 那如果是在地形上面 有波動的時候 就會產生充實 大概有這五種 所以這五種 有不同監測的方式 跟研究的方式 那它後面的原理 大概是這樣 就是 其實它 土壤大概有這幾層 最表面那一層 通常大家在還沒有踩踏之前 覆蓋土壤的上面 應該會有上面來的落葉啊 或者是這個 總之就是一些有機質 是浮植質 這一層呢 通常 會把腹底下的表土 不會流失 然後如果下雨的時候 經過林間 然後再釣到這個 腐植質 再進到這個土壤裡面 這個過程 比較會導致 土壤的流失 對不對 然後它也可以帶來一些營養 那在 腐植層的下面 這個是表土層 這一層有很多的礦物層 還有腐植層 然後A層下面那一層就是底土 那通常是 如果有上層沖洗 臨洗作用下來的一些礦物會堆積在這個 這個底土層 然後在它底下是一個 比較平均的風化原始 在這底下就不是土壤了 這是尚未風化成土壤的母園 當事實上一般來說健康的 或者是也不是健康 就是一般土壤的屬成的狀況 但是當人開始踩踏的時候 通常呢 會 你會發現在我們實際上 下次大家去走步道仔細看 就是這條步道已經被踩到 出現了 敵土呢 還是風化岩石 還是母岩都跑出來了 那個沖洗的狀況會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如果在做步道的話呢 通常會需要剔除的是O跟A 因為這兩層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因為它有很多的複質質 所以它容易腐爛 然後腐爛會 就是把水飽含在那個腐爛的那個層面 所以它就會容易讓那一層踩下去 它的積水狀況會比較多 好 那大概了解土壤的結構之後 我們看一下土壤裡面 有一些東西 它的配比會影響到植物跟動物 因為 人踩的土壤緊實化的這個過程中 它會影響到土壤裡面的根系 或者是動物有哪一些因素 第一個是土壤裡面的固體顆粒大小 如果它的這個顆粒大小的配比 通常會影響到土壤的含水量 就是水分的滲入或者是通氣 或者是溫度或土壤吸收裡面 還有微生物活動 待會我們有一張點 會員會來說明這件事 那當然土壤 木體顆粒的大小會跟 它本身土壤是屬於哪一種 實力會有關係 比方說是比較偏向沙子土的 還是石子土的 還是黏子土的 好 那黏子土來說的話 它有幾個特性 一個就是怎樣 它很容易吸收水分 然後透水性很差 好 這個就是屬於黏子土 好 那沙子土的話 就是透水性會非常好 石子土的話 基本上 其實 呃 就是 它的顆 待會它的顆粒就會 受到水的沖刷 改變它的顆粒之後 會對土壤跟根系 會產生關係 這個再有更新的話 好 那土壤裡面的空隙 基本上可以提供 維生物跟植物根系呼吸 所以土壤裡面要空氣 這件事情對植物來說很重要 那土壤裡面飽含的水分 它可以提供植物所需的水分 跟物質也 然後 可以調節土壤溫度 這個 對植物的溫度環境很重要 那土壤的溫度呢 會直接影響種子的萌發 或植物量影響根系的呼吸作用 這個大概是 土壤的物理特性 會跟植物產生的生態的關係 那當然還有酸鹼度 那 呃 基本上植物當然有 比較偏酸性 鹼性或中性 好 然後還有就是它無基岩 提供的一個 礦物質的養分 多或少 好 或是以什麼為主 這些都會影響到植物 還有微生物裡面 土壤裡面的微生物 它會參與 有基礦物質的複質 或礦物質的這個 礦質化的過程 好 然後它會釋出 那個養分 好 那這個會對植物的營養 會有關係 有一些微生物 會產生有名的物質 有害植物的生長 所以大概 土壤跟植物之間的相互作用 有這些關係 跟動物的影響呢 主要是 它的 土壤的質地 會影響到 在土壤裡面的動物跟數量 然後溫度呢 也會影響到動物的適應能力 還有水分 還有化學物質 所以大概 剛剛我們講到說 如果 如果 鹿 開屁之後 會對這個地方造成物理或化學的改變 它就會透過土壤這個裡面 產生了對這個地方的動物質 物的改變 好 那舉例來說 這是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呢 有ABC三種不同的 同一個樹種的根性 遇到土壤的粒徑 跟土壤裡面緊實化的壓力 會有不一樣的反應 那 A跟B是 在這個 就是 粒徑相同的情況之下 土壤裡面的緊實化 程度不一的情況之下呢 比如說A就是在 土壤裡面沒有很硬的情況之下 根性可以正常砸下去 一般來說這個樹正常的樣子 如果在剛剛土壤保持著正常的那個 結構的時候呢 這個樹根的根性長得應該像A這樣子 好 這樣理解 那B發生什麼事呢 B就是 同樣的土壤的固體顆粒的粒徑底下 都是0.15的情況之下 壓力不一樣 一個壓力是0.5 一個是0的時候 這個有壓力的時候 它根性就砸不下去 但是根沒有變粗 那 B跟C的差別是什麼呢 是 它在壓力情況一樣的時候 力徑不一樣的時候 C是力徑比較 小 比較小 對 然後 那這個時候呢 C的根性會變粗 但是兩個都砸不下去 就是在壓力相同的時候 這個是 顆粒的大小跟壓力 會對植物根性所造成的影響 好 那 這個是另外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其實也都符合大家可以理解的樣態 就是在不同的 比如說 最下面那個就是說 在森林裡面的情況之下 水 對於地表土壤的沖刷的影響是最小的 然後再來可能是草地 好 再來最後可能是裸露的 裸露的沒有植被的那個環境 好 所以其實 有樹林 絕對比草原好 好 然後如果是草地的話 也比 就是土石好 或者是裸露的原始好 好 OK 好 那 那 這個是大雪山的一個案例 那它這個是在 不是台灣的大雪山 日本北海道的大雪山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這個裡面 就是有 這個土壤已經 這邊的土壤應該已經到哪一層 它其實那個 這個表土層還蠻厚的對不對 好 然後現在 在最深的這個地方 可能已經到了 有風化的岩石的這一層 好 那當出現了 這樣子的狀態的時候 就是 其實水的流速是這樣 它 呃 它會先帶走 顆粒比較小的 流下的顆粒比較大的 好 所以 你可以看到這個 右邊這一張圖 就是它已經到了 比較是風化鹵鹵的那一層 還沒有到鹵鹵 還沒有到鹵鹵 風化鹵鹵的那一層 土壤層 然後它流下來 沒有被沖走的是 比較大顆的石頭 但是當這個石頭 也被沖走鬆動的時候 其實就會產生的影響會比較大 OK 好 那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會只要往旁邊踩 好 然後它就會 這個 就會往旁邊踩 好 它就有顧到加寬的問題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 旁邊的對比 上面有植被的 它能夠保護土壤的原始的層 那個 那個層就比較健全 好 但是它會因為人的踩踏 造成影響 好 那 這裡面就講說 登山的人走的時候 它會 因為躲避剛剛那個凹洞 而走到旁邊的植物上面去 好 所以就會產生新的侵蝕 這個是新的侵蝕狀況 下面那個就是當水把表土 把比較細小顆粒都沖走之後 出現了比較多情緒不平的大顆粒的石頭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已經在侵蝕狀態發育的狀態了 好 那為什麼水會跑到路面上來呢 我們要看一個更大環境的道理 現在大家看到的 最上面的A的那個圖顯示的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 自然的山 它流下來水往低處流 然後形成了那個山溝 大家有看到中間那個山溝是比較深的 兩邊有比較小的淨流的那個山溝 A是它原來在沒有任何步道空間進來之前 水體自然流動的狀態 那B是什麼呢 這張圖跟我們待會兒要看的簡報差別是什麼 是選線的 就是 山溝是這樣子流水 這個水是這樣流的 路是這樣子邀牽過去這樣子 待會兒我們會看到路是直接這樣上來 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嗯 路這樣子邀牽過來之後 大家有沒有看到水的方向改變 水會怎麼樣 水到這裡的時候會流 跟著步道流 對不對 所以流下來的 變少了 或者是說 它本來應該流到這個地方 形成一個水洼的 它就會順著它流流流流 然後衝刷這個地方 它有可能 這裡面就會混激到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比較深門 好 那 所以 這個就是 路面 這一根是這個的 橫切面 就是水流下來的時候 正常來說它是會這樣子 可是如果在斜坡上的時候 它有可能是會渡好 好 那所以 其實我們等到 下個禮拜或30號 講手作步道的時候 就會講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是怎麼處理排水 手作步道怎麼處理排水 基本上就是不要影響 它原來排水的方式 簡單講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的一般的做法 都會讓 路 因為它會變成一個 比較凹的空間 人踩了以後 土壤會變成 中間比較緊實的情況之下 這邊就會變成水道 好 這個就是 人的空間進入到 山裡面的時候 會對水的流向產生影響 那這一章是另外一個 顯示的是什麼呢 是 當你走的路線 是 這樣子往上走的時候 我們先看 這是一個沒有使用的情況之下 沒有使用的情況之下 自然的水 從山上往下流的時候 形成的這樣的一個野溪 或者是一個小的水路 還有這個 這個箭頭顯示的是 水下滲的狀態 它可能會 會沿著這樣子的彎沿的溪流 或者是它會在土壤描土 一直往下滲到地下鎖層裡面去 這個是 本來沒有老洞的狀態 那如果當 我們 就是我們不是 剛剛那個是這樣子走 這樣子走呢 常常 大家看到很多台灣的山 基本上都是用這種方式正著 有沒有 就是 直接往上爬 登頂 選一條很陡的路 登頂 或者是什麼 沿著溪流的兩邊走 它會產生什麼狀況 首先當然就是 它會導致 本來可能會分散的水路 都集中到這一道來 有沒有 就是 你現在往上走的時候 有可能會改變 上面的一些水道 本來會分好幾道 它會集中到這裡 大家仔細去看 你會在走這種 往上爬的路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說 那邊也有一個 舊的水道 跑到這裡來 另外一邊 中間走著走著 又有一個水道 水道跑過來 它會產生這種 集中的效果 然後呢 它除了渺土流失 會繼續加深 變成一個 那個比較深的 河流之外 它的領向 也會改變 有沒有 就原來這個 浴灰所創造出來的生態 會變成那樣的淡掉 然後還有就是 比較嚴重的是 當它 東流的這個 下來的時候 它一下水下身的狀況 就會變死 所以 我們通常 比較不容易會 就是國外 其實有很多研究 在研究說 人走到 自然環境裡面的時候 它會對這個 整個大人 自然環境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通常有路 那個路就會變水路 這個是 當然 水路是 橫切的還是直上的 會有不同的效果 但是通常 我們會看到的 比較常就是發生 像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 下面的那個土層 已經在下陷 所以大家 在走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 有一個跡象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你去觀察 兩一邊的植被 因為沒有實際上 在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很難 跟大家講 就是 我們常在做古道調查的時候 會發現一件事情 人家騎老 會跟我們講說 以前 我們的路 是直接走在這個 平的下去 然後我們現在 走到一個凹屋 然後他就說 以前沒有這個凹屋 以前是平的 你們有沒有常常 走在那個 兩邊高 然後中間低的路 不到 南路有沒有 背部很多 然後他們就會說 以前其實沒有這麼深 或是說 以前沒有這麼 以前他們都是平的 那怎麼判斷呢 其實就是 看上面這兩邊的 那個 土層 或者是植被 其實是有連續性的 就可以知道 它原來是連在一起的 好 那這個是日本的 北海道大雪山 這個是 靜自然工法 他們在大雪山 那邊 用來跟大家解釋 露面 為什麼會變成水 的這個連續性的動畫 這個在網路上都有 就是原本 這個是在旭月 原本那個山 包括下雪之後 雪融之後 流的流動的速度 流動的方向 或者是下雨的方向 基本上就是 平均的在地表 往低處流 這樣子 然後當人開始進去 走出了這條路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流速就會產生 我們剛剛說的 第一種樣態 有沒有 它在路面上跑 下雨的時候 就會變這樣 你們有下雨的時候 去爬山過 這樣就是這個樣子 路面就跟 河流一樣 其實下雨的時候 你去走最容易離去 好 所以當水開始沖刷的時候 它就會往下掏身 然後這個運動 其實就跟河川的運動 差不多 所以在日本大學生 他們為什麼會運用 浮流修文先生 就是這是一個 日本的一個水利專家 然後他 他從自然觀察裡面 發展出了進展工法 好 那因為其實 步道在下雨的時候 就跟河的狀況很像 所以 他就把他的 靜自然工法 拿來運用 處理在登山道上 這個等我講 首說步道的時候 再跟大家解釋 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先了解 它的成因 就是 步道的空間 通過的時候 對這個環境 會造成怎麼影響 好 所以好天氣的時候 就是像下面那樣 大家有看到 變成很深的溝 凹下去 然後人就走在旁邊 有沒有 右邊這個 這個常見吧 然後持續這樣子下去呢 他就會產生什麼狀況 你看 是不是 這就出現了 那個比較大塊的石頭 然後中間是比較大塊的石頭 但還沒有到母顏 然後他的這個 那個苗土整個 全部被侵蝕的 已經到這個層次了 那這時候就會產生複現的話 就是剛剛說 步道分身 大家就開始走旁邊 走出來新的路 那特別是在那個 高海拔的植被 它其實 恢復的速度很慢 或者是在森林線以上 長不出森林 他的植被其實是草原 剛剛大家來聽見 有一張圖表 如果是 上面是森林的時候 水沖出他的作用會比較低 然後如果變草地的時候 就會變相對比較高 好 那再變成是裸露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沖出他的狀況就會變很重 因為沒有 沒有就是被保固 所以這 剛剛 這張圖其實就是 符合我們前面講 那麼多理論性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綜合性的結果 好 那當它侵蝕之後呢 有一些狀況 像比如說你走雪山東風的時候 常會發現 很靈靈 有沒有 那為什麼很靈靈 因為旁邊的土還在掉下來 你可能已經走到了是 就是 孵化程度比較高的石頭 但是土層的那一層 但是旁邊的這個土呢 它會不斷的掉下來 因為踩踏 因為你可能有人往這邊踩 或者是登山杖戳 或者是待會我要講的 另外一種狀況 就是土壤一直掉下來 就會導致那個地方很離泥 好 然後 那 這個時候 你看是不是很像 很像河道 那河道就會產生一些狀況 比方說 它會 衝刷出 香港這個狀況就很嚴重 就是 這個 沖刷掉下來的這個地方 會變成一個凹洞 像浮屑一樣 在沐道上會出現一個洞 然後那個洞 你會想問那個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 水 然後它會集中掉在這個地方沖刷 然後如果那個是土壤層 底下沒有什麼石頭 它這個地方就會 可以刷到非常的深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一個 像瀑布一樣 那 它做了這種東西的時候呢 它也會產生差異牽絲 就是 你做了一個硬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就在講說 另外一種在高海拔的情況之下 會發生的問題 就是它有兩種 一個 就是因為水在 零度以下會結冰的時候 它對石頭 會產生 石頭裡面的水分結冰 會產生石頭裂解 如果是在土壤裡面 就會把土壤拔出來 這個以前有跟你們看過嗎 沒有 好我們來看一個 好你會看到這種 其實這個 洞拔現象呢 再撩土也會 就是剛剛造成 零硬化的一個原因 那 在 我們比較常看到 其實在邊坡上 這個都不太典型 你們去爬山的時候 有沒有看過 這個是路 然後旁邊 有一個這樣子的 這是路面喔 然後這邊有一顆樹 然後 這邊都是全空 然後這邊土 凹進去一個這樣 有沒有看過 這個就是在邊坡上面 洞拔的時候會造成 那現在看到的都是邊坡 路面也會 路面就會造成零硬化 我們先看那個 在嘉明湖的自動相機 因為我們 一直在講洞拔洞拔 大家都知道那是 所以後來他們做了這個 相機的攝影之後呢 就可以讓大家了解到 洞拔現象中 以及它是發生的時間 現在大家有看到喔 你看那個右邊 溫度 三度的時候 凌晨三點的時候 然後兩度的時候 然後通常其實這時候 裡面 土壤裡面的水結冰 有沒有 大家看那個是 冰把土拔出來 然後 在早上太陽曬到 變成十九度以上的時候 這是下午的時候 就開始融融融有沒有 然後它是每天都會的 所以然後一旦你這個地方 開始動拔之後呢 這邊的溫度改變會更嚴重 土壤裡面的溫度 就比較難保持它原來 因為有磁背 其實它比較能夠保留 沒有的地方呢 就會很容易 它受到溫度的改變會很大 所以你看 這個地方就會一直不斷 凹進去 好 所以 在高海拔的情況之下 這種洞拔呢 其實你走在步道上的時候 邊壁上都是這樣 然後 再加上前面的那個 下雨的時候變成大水的水道 好 所以你會看到有動靶的地方 會特別掏刷的特別厲害 特別深 好 就是有點像蛤川的攻擊面 這樣子的感覺 好 這個 所以 這些現象都會共同的構成了 步道上面看起來 土壤流失的狀況 好 加深 好 然後 那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 這個是那個 日本的那個大學生 他跟大家講的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 我們就放任他說 自然而然 好 他其實那個 只會越來越深 只會越來越深 然後對這個 身體的破壞 也是持續的 那 但是如果我們做了什麼 而做不對的話 它會造成這幾個影響 好 比方說 嗯 在物理環境上造成 變化 通常我們會去複複面 好 那 比如說那個複蜜圖面 長開 或者是說 白天它吸熱 晚上它變得 就是 很冷的時候 它會對這個 土壤的 附近的溫差 造成比較大的改變 然後 或者是你做了 一些移動的障礙 比如說你旁邊做了擋土牆 或者是 你開挖太大 造成了漆地更多的消失 然後或者是 排水設施沒做好 導致 把水導去衝到別的很敏感的地方 好 好 這個是在特別強調 本泥土 如果你運用本泥土材料的時候 它在 包括量化碳的排放 能源的損耗 然後跟經濟效益 等等 就是的差異 這個是我們特別把量化出來 讓大家理解 那如果是 維持自然負面的話 它的這個 溫度相對來說 變化比較 能夠保溫 好 那 日本的這個案例是 他們實際的 就是 如果以工程手段的介入方式 去鋪木戰道 鋪木戰道 那會怎麼樣呢 比方說木頭會爛掉 或者它基礎會被水沖掉 因為其實你沒有去解決 真正的問題 你只是在上面鋪了 讓人可以走 但是水繼續沖刷 下面就會怎樣 它的波角被拋掉 所以它這個 就會 設施就會 沒有多久 施工沒有多久之後 它就 看起來就已經壞光光了 因為你沒有解決 剛剛前面那個 大地的水的排放的問題 然後還有什麼呢 你去做的硬結構 其實這跟河川的狀況很像 就是你去做的硬結構 結果加強了那個瀑布效果 比方說你做那個階梯 一梯一梯一梯上去 這個原來一定不是這樣 它原來應該是有一個沖刷 然後它就埋了這個 木頭的板子 埋進去 埋進去以後呢 水這樣子往下沖刷它的根角 就是那個 這個設施的根角 所以它反而會導致自己設施本身的不穩定 以及把下面的設施沖掉 就是早餐那個瀑布效應更嚴重 或者是在沙子土 在沙子土的時候 你去做了這個類似階梯的東西 結果導致水往兩邊沖刷你的狀況 原來瀑布其實 你可能做完的時候是這樣 但是因為這個沙子土 它其實非常容易被水帶走 所以它 因為這個硬的東西出現之後 它就往兩邊 結果反而會導致這個地方 擴大了它的破壞 好 那 或者是怎樣呢 上圖顯示的就是說 從那個上面一路帶下來的土啊 跟碎石啊 覆蓋掉原來很健康的植被 它不在路上喔 但是它被水沖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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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 然後覆蓋掉原來植被 就直被被土壤埋了 直掉了 所以展覽會造成這邊的植物帶來減少 或者是說 像下方這樣 就是最後它就把它 因為要怎樣 要抗沖刷 所以把剛剛那個 兩邊全部都氣死起來 然後這個 中間把它氣死起來 可是可能怎樣 看起來過度人工化 而且會帶來非常多的外來 只能要進到這裡來 整個改變了 大雪山原來的草原的自然景觀 變成充滿了石頭 這也很奇怪 因為在那個地方 照理沒有這樣的石頭 好 所以這些介入的時候 都是需要去考慮 對於這些介入的行為 它對於這個自然基地 所造成的連續性的效果 那這張圖顯示的是說 不同的使用者 不同的行為 它會對這個步道 所造成的這些踐踏衝擊的 衝擊影響 那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呢 是這個 那個步行的 就是人走路的 圓形的呢 是那個騎摩托車的 或者是騎馬的 然後 那 總而言之 在當然它這裡面有 有同的地形防禁跟波路 但是其實騎摩托車跟騎馬 對步道所造成的衝擊是很大的 但是在相對來說 這個比較平緩的地方 它的影響沒有 差異非常大 越陡的地方 差異會越大 所以 當我們了解呢 這一些 步道它可能進入到自然環境的時候 而且這不是人做的 光是人總就會造成這些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做一些 步道中幾個監測 去 測量我們前面說的五個問題 那通常為什麼要做監測 它有幾個理由 一個就是 一般大眾看不出來 他們對自然環境 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你需要做出一個科學數據 告訴我 我去年量到的是這樣 現在掉到這樣 一般遊客區域的自然環境 通常都是這樣 我就只有去這一次 我不是天天去 然後去十年 然後我就知道說 這邊的 這個根系有很嚴重 那所以它就需要一些科學數據 去 讓大眾去理解 那 還有一個 一個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 我介入的改善措施 有沒有發分效的 就是我有可能在這地方 做了一些改善 像我們剛剛前面說的那些改善 做了那個工法 到底有沒有效 有沒有解決問題 是需要監測的 所以 這也是一種監測的目的 那當然呢 我們常常講說 如果我們目視就可以看得出來 已經非常嚴重的事情 其實就不要監測 趕快去解決問題 只是說大部分的人 其實會 解決A問題 造成B問題 我覺得 因為它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做 必須要把前面那一段 都不夠了解 才知道我們做得怎麼樣是對的 好 那這當然是 測量的一些東西 我就 就是比如說它的 限度效度啊 或者是這個 你要去調整你的那個尺 等等 那個我就講得比較細 好 那通常來衡量步道有沒有擴張的話呢 最常的研究方法是這樣 在 一個步道 它現在的步道邊界 這個是通常是高衝擊區 步道的中心線到 步道的兩邊的邊界去設樣區 然後步道邊界以外的 A區跟B區去設樣區 然後跟一個離步道比較遠的 那個是設B區 作為一個參照 就是你可以知道 原來的狀態是什麼 然後人腦洞 跟臨近人腦洞的這個地方 也會擴張 這個是 一種監測方式 然後通常衝刷的監測方式 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在這個步道的兩邊的邊界 比較高的地方抓 一個固定的裝的地方 好 那可能 它有隨機抽樣的射法 或者是射固定點 固定裝點 然後在兩邊 去做尺 然後中間放一條水瓶繩子 然後錘下來的這一些千錘 錘直的錘到地面 然後去做上面的這個落差的丈量 然後就進入 這就是進入長時間的土壤衝刷的變化 然後你取好幾次的數值呢 就可以畫出這種圖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剖面 原來是在這裡 然後現在變成在這裡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多久時間會衝刷多少 這個是測土壤衝刷的方式 那根系裸露怎麼看呢 基本上樹根的根系 它把它分成0到4級 0級就是根在圖裡面 沒有附入 1級就是附入的根系高度少於1公分 高度 把它長度少於10公分 然後那 再來就是中等 然後嚴重 跟大部分附入 基本上就已經出現了斷根現象 那這個其實 目測的話 你 像我們看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要趕快處理它 就不用再去監測一年以後 再處理這樣 好 那這種就是那種穿越的調查法 就是從一個比較集中的 比如說露營地 或者是廁所 往周邊去看這個 植被裸露的程度 然後去把那個植被跟根系裸露的程度去把它給一個數字 然後畫出一個同心圓就會知道說 假設這附近是一個引力 一個熱門的引力 它的環境衝擊的狀況有多嚴重 然後它可以去紀錄長時間的 好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剛剛說 步道分身 步道分身的這種監測 那通常在英文叫做social trail 就是說 它有可能是正式的步道在這裡 然後旁邊出現了這樣一條路徑 當然其實那樣大家看得出來 因為我發現其實很多人到了現場以後 他們一定知道旁邊有條 這個就很難說明 那有的時候旁邊那條路可能是受盡 大概都分不出來 所以這個需要經驗 就是你如果要做這個步道研究的話呢 你要能夠看得出來旁邊有另外一條岔路 是人走出來的還是動物走的 是山豬還是水路還是山橋 那你這個東西就要常常 上才能夠做就這樣翻到 那通常大家看一個正式步道這麼明顯 然後旁邊有一條人走的步道 你就要去了解它是什麼原因 通常你覺得這會有什麼原因 這張照片 為什麼會有步道分身 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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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徑有可能 或者是說那個 常常這一條是在七星山 然後大家不喜歡走七星山這種 硬化的風面 所以其實這條路可以走很遠 就是大家早上運動的時候 自己走出一條土路 不想要走在這條步道上 那所以當我們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要怎樣 把這條軌跡紀錄下來 了解使用者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你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一定要先解決那個誘因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如果你沒有解決誘因 直接去把路封起來 真的是沒辦法阻止這些支持去發生人 那但是 從我們剛剛講那個七星山的角度來說的話 有正式碰到旁邊有這樣的程度好不好 不好 對其實你 這是一個問題是需要解決的 因為 剛剛說越多條路 是不是造成的前科問題 影響會越多 然後 那所以其實要盡可能去處理它 那 但是這種問題通常比較棘手 因為它有它的心靈因素 絕對心靈因素 其實它不是 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 那另外還有一種 也是在看步到對 氣地或環境的衝擊 但是它會考慮到的是 那個 其他使用者的感受 所以它就會有 游氣體驗監測 那通常跟環境承載量的計算會有關係 環境承載量的計算 現在國內大概有三種計算方式 一種就是真的去做物種的調查 植物啊 動物啊 然後 但是這個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很難取得原始值 就是比方說有一個步道 像現在明天我們要去台東 因為我們台東 現在他們要 家寧服要啟動一個 生態跟步道監測的計畫 好 那 這個 其實已經沒有原始值了 這樣你回到對不對 因為現在要開始調查 那現在是已經勞動了很嚴重 那所以有可能你調查到的結果 我不知道 就是 它不一定能夠知道原來是這樣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會需要 主管單位怎樣 有一個大膽的嘗試 就是你 你就真的 弄一條新的路 然後用那條跟這一條來做對照 這也是一種方式 那如果是已經 那些腦洞很嚴重的 那個環境承載量很難講 然後 那 而且也很難計算 因為你不知道原來有什麼 然後所以這個步道穿越之後 少了什麼 裡面有那個其實是很難說 另外一種是叫做 社會心理的承載量 社會心理承載量就是什麼呢 訪問 然後問他說 你覺得 比方說你給他一張照片 然後 看說步道上有幾個人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擁擠 就會批圖 批頭幾個人就給大家看 或者是現場看 就是 大概你前面多遠的距離 你看不到人 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感受 這就是社會心理調查 主要是看擁擠程度 那或者是什麼 是 設施承載量 就是 我這個地方的山屋 或者是廁所 在多少人使用的時候 可以維持一個不錯的狀態 如果 超過了這個量之後 大家就開始覺得 太多了 那個就是設施承載量 就是你用設施 回過頭來管理說 那應該要進去多少人 但是不管是用哪一種 大部分的人 並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行為 對環境跟造成什麼影響 所以通常大家對於這些管理手段 都會覺得幹嘛管我 我們人進入到步道上 根本就沒有什麼影響 我只要沒有斷丟垃圾都沒有影響 大家剛剛上完前面的客人 還會這樣覺得嗎 其實不是 只是一般來說 大家通常都不會發現 其實這個是哪裡 大家知道的 123 然後你們都會發現 十門山的平台跟旁邊的落差很大 那個是怎麼來的 旁邊一直在降低 其實山真的會被人家踩矮掉 只是大家真的都不知道 自己 如果你們看過前面 剛剛所說的那些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比較能夠理解 人對自然的環境的影響 好 這邊要開始進入那個 概念上的小結了 這個小結結束之後 我就會開始講實力 好 那大概 總統合來說 前面所講的那個 我們要做物種跟 棲地空間 就物種其實是你會了解 這邊有什麼東西 住在這裡 然後你了解了那個之後 才會知道它棲地的樣貌 那棲地樣貌有不同的形態 那它的空間穿越呢 就是你就必須去要理解說 會有剛剛所說的那些問題 好 那所以在生命週期 工程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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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物料的 就是通常一般工程生命週期 會分成這幾個階段 這幾個階段通通都要做這個生態的 或者是棲地的調查 但是它有不同尺度要考慮的東西 好 我們先講工程的生命週期 它有可行性 就是還沒有開始有這個工程之前 先研究看看有沒有可行性 好 可行性階段呢 它要收集的是這個研究區域的初始資訊 有哪一些生態敏感區域 然後呢 依照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要怎樣 迴避敏感的區域 對不對 或者是繞看的方式去看 也許 比較好的方式是從這裡 但是你要先了解這兩塊有沒有關係 好 如果它有關係 你這樣切掉就可能要從這裡 好 但是先不管 就是假設這是一個示例 就是我們在可行性階段的時候 收集物種跟棲地的資料的時候 它是大尺度的 你只要知道主要的敏感區位把它標示出來 然後可能可以選作路覽 路覽不是一條路 是一個比較大尺度的空間 然後它在這個可行的路覽選擇的時候 可能這樣子是有可行性的 或者是說完全不可行 就是在可行性階段的時候 需要知道的事情 假設確定是可行了 進入到規劃階段的時候呢 規劃階段是要針對這個路覽 去做比較細的調查 把它裡面的棲地敏感進行分級之後呢 再選出一個比較合理的路線 這樣了解嗎 那到了設計階段的時候 設計階段的時候其實已經到了 有的時候分出色跟細色 但步道都只有直接設計 就是細色 細色其實就考慮到說 這條路線 這條路線呢 它周邊的漆地關係 會不會因為我這個步道通過 改變水的流動 然後就水的流動一改變 旁邊淋下會改變 所以這些東西 就是我在做這個路線的設計的時候 需要考慮進去的 假設我真的會改變的話 我要做什麼樣的土長對稱 好 那到了施工階段的時候 還是要去注意 生態的這個基地的調查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知道 我要不要避開一些敏感的東西 或者是 這個 就是我針對這個敏感的東西 要做一些保護措施 不要在我施工階段的那個 施工電道去傷害到它 這個是施工階段需要做的 後續的維護管理 後續維護管理就是 它在維護管理的時候 繼續做生態監測發現 我做了這個設施之後 對這個氣力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然後我試著去做一點補償 比方說像道路來說的話 杜莎就是在這個階段 維管階段 然後發現 誒 這根腸會有一種生物被撞死 所以呢 我這邊要增加做什麼 可能要做生物通道 這樣 所以它有不同的階段 需要去注意 生物的這個不同調查或生態監測 目前公共工程委員會呢 在我們去年八月的那個要求之下 他已經要求所有的公共工程 所有的公共工程都要進行生態檢測機制 那生態檢測機制呢 是在工程的全生命週期 都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全生命週期就是在每個可行性階段 規劃階段 設定階段 施工階段 都要去考慮生態的措施 但是考慮的尺度內容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樣 大家可以理解嗎 那現在這個生態檢測機制其實除了做 剛剛說的生態或物種的這些調查之外 還有公民參與機制 像台南社大 就常常像吳仁邦老師 就常在參加各種各樣生態檢測機制 然後支持公民的參與這個知情權的部分 去影響一個工程 它的這個設計 好 那這個其實是在解釋剛剛那個 我就要跳過來 好 那我現在舉實例 這個是我們在北四溪 北四溪的這個集水區 它其實北四溪是北翠水戶上的水源水質保護區 在這個保護區的旁邊呢 有一條淡蘭古道 就是上次我們是講淡蘭古道 有一條北路、中路和路 那其實以前有一個從平民一直到雙溪的那條路 就是沿著北四溪旁邊走 那當我們要去處理這條淡蘭古道的時候 我們去跟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討論 那從機關的角度出發是保護水源比較重要 對不對 所以剛剛我說過 很多步道在水旁邊不好 路在水旁邊不好 因為比如說包括路面的那個化學 就是淨流水可能會影響水土啊 或者是人的這個 剛剛有說到那個 你可能會帶路來走 有可能有物理或化學的改變對不對 那 雖然是步道 但是步道也要減少像公路開發的樣子 就是假設是用機具 用水泥去做步道的話 它會帶來影響會類似的道路 那 所以我們就要跟他講一個 這條步道的定位 我們把它定位成什麼呢 是 沿著這個水系的旁邊 進行集水區的生態座甚至 在這個定位之下 它要做到什麼事情 我們在做步道之前 必須要把這邊的生態文史資源 進行盤點 然後 那這條路線 定線 定線之後呢 希望可以 讓人 藉著去走這條路 認識水的來源 然後 它是 集水區其實不只水啊 還有森林 還有古地 好 那 認識水的這個 朝聖之旅 其實它的重要性就是讓 用水的人知道水從哪裡來 產生公民的環境意識 那 它對於當地社區來說呢 是可以發展 是可以發展 有機農法跟生態旅遊 就是去走這條步道的時候 用生態旅遊的方式 那它就可以對於沿線的社區 因為沿線的社區其實都很討厭水原法務 為什麼 因為 這邊也是 大土就是這樣 在這門水庫旁邊 可是喝不到水庫的水 翡翠水庫也是一樣 但是他們的開發是受到限制的 為什麼 因為要保護水 所以 這種環境之下 它充滿了限制 我們怎麼樣用古道 手作步道工作價錢這種方式去 給它帶來一些轉機 就是把社區的限制轉化成資源 那就是它必須要發展 對環境友善的事 還要發展 那這裡面有一個交集 就是你透過手作步道的方式 才可以體驗到 剛剛那樣的一個整體 所以呢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是跟觀察家 顧問公司去合作 裝自動箱機 然後收集在這個區域裡面的 各種各樣的調查文件 去做GIS的貼圖 我們先把水 北四溪周邊的這個動物 水域資源 植物資源 去做土產的套養 那這裡面 其實有一些常見的物種 像比如說石蟹 我們就是要住在陸地 森林裡面 然後跑到水裡面去 然後又再回到森林 所以當我們注意到 有這種穿越型的物種的時候 你的那個棲地組合這件事 特別靈感 然後附近也有穿山甲 南附險跟色象 這個是在動物上發現的 那另外就是它的直裙帶 因為它是屬於東北角的風沖林帶 那所以它這一邊的 這個濕度相對比較高 然後珍貨也很合理 然後它的溪流林項 我們發現有一種特殊的珍貴樹木是 螺山 然後那邊還有一個有被登記的網樹 然後我們就看看這些東西 我們的步道會不會穿越 或者是會不會靠近 那這個就要把它標示出來 這個可能是會有敏感的區域 然後呢我們去查 持有中央性之二戶裡面 屬於紅皮疏迷路裡面的 冰圍物種或異受害物種 它的GIS 也會一樣去把它點出來 然後去看木道會不會經過 然後那再來就是去查這附近的NGO 他們有沒有什麼特別關注的物種 那這附近就是有這幾個 紅情研究協會他們提供 說這邊有黑曰有紅角箱 然後紅角箱呢基本上它的生活範圍 還有一個人類生活重點很大 然後那這個蝴蝶保育協會 它也有提供一些資料 那這裡比較需要關注的是豬環古充 就是2009年發現的一個新特榮種 那它是這種豬環古充的生活環境 是要在水質非常乾淨的地方 然後它剛好就是在我們步道附近 所以這個也會需要去把它標示出來 另外就是蝕興基金會綠保標章的紅田 綠保標章其實都會有連結到 它保護的主要的物種 那像比如說這裡比較就是匪吹書 那我們跟這些人談過然後了解 然後去開專家工作方 確認這個沿線的狀態 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關注的 然後把生態資源的地圖建置出來 就是這一張是生態地圖建置 然後它的課題分析大概是說 因為這個地方一樣充滿 然後地勤電話開發強度很低 然後有一些一二級的稀有物種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從森林到這個兩棲到水域 分別有哪一些物種居住在這個環境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我們要先了解那個棋地的家的整體 然後你如果勞動到其中一個 都會影響到其他連結 好 那 大概其實這裡需要 紅色的就是特別需要注意 就是賓夕子被帶著這個避免 這個跟步道會比較有關係 就是你在腦洞的時候容易會導致泥沙 容易流到水域裡面去 好 所以這個東西是需要去注意的 但是這個地方地勢斗俏土壤很薄 很容易崩塌 所以在考慮工法的時候 必須要考慮這件事情 然後在水生植物裡面 有一些比較敏感的植群 甚至有發現小籃毛沾胎 但是在我們步道上 但是我們步道上 有非常豐富的藤本跟附生植物 那個藤本 我不知道南部 這邊步道有沒有哪個藤 不知道是很多藤的 藤就是 但是真正在這兒 在步道旁邊 好 那個地方 因為剛剛說的那些 多餘 然後那個比較少開發勞動 然後它的臨象 那邊的藤都這麼粗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麼粗就是長 大概至少你要20幾年 藤不是一種很容易長得很粗的東西 所以它的藤本非常粗的時候 我們就會要求在做步道的時候 怎樣 不要砍藤 要把藤想辦法把它倒到樹上去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就是一般來說 大家去除草 不是就一直砍嗎 看到藤就把它砍 那我們就會說 這個地方 藤本植物有透油跟稀有種 也需要特別注意 還有辦法激有捧牌 然後在水域裡面 我們做了一些 就是請電專家去做調查 然後會發現在 怎樣 所以 OK 你那個 講到南部有什麼時候 你會疼嗎 你怎麼疼 講平衛臉 對 沒有刺 刺頭 對 對 然後刺頭 然後刺頭 那也是 也不是而已 應該也是 也是不容易 好 那水體裡面發現的 有一些是附著在石面上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會特別要求是 取食頭的時候 要不要進到水體裡面去 而是在 比較是乾的 陸浴的 就是 不是在水裡面取食 只是在旁邊的 沒有泡泡在水裡面的時候 然後會看一下上面的這種步驟 好 然後 那當然我們也會去做歷史的部分 那因為歷史的部分上一次 講 淡蘭古道的時候有講到 所以我這邊就 就教我們 我們去看相智專書解論文 然後 現場調查 他有哪一些傳統工法 有哪一些文化資產 或者是他們的祭典 然後他的 產業 社群產業的形態 有什麼東西 是 過去跟這個 步道 還有跟這個水域 活動會有關係 好 那就發現 這裡有很多大清 步道沿線都是大清 然後他在附近其實有 金雀 金雀就是右邊那個 那個金雀 他就是以前 泡那個 懶定的那個 那個池子 那 所以 你在現場 其實大家常在 古道調查的時候 看到什麼氣勢堆 但是你要知道 那個 東西原來是什麼 有一個啃子 有可能是豬券 有可能是銀盤 有可能是 各種各樣的東西 那所以你要怎樣去 看文獻 然後去套點 那個歷史資料 好 然後那 文史的部分 我們也找了相關的專家 開過一次 這個 做談會 然後社區的資源 社區的故事 好 然後 那這裡面 我們有辦了一些 請 比如說 劉貴湘老師來講 這個 北式西古道建型 這件事情的意義 好 那在把文史地圖 畫出來之後 把生態文史的地圖 可以疊合 然後我們去找到說 可能會具有 比較適合發展 過到生態裡面的地方 那它就有這幾個原則 靠近交通節點 然後有故事性 可以活化在地等等 然後我們就從這個 指標裡面 把這附件古道 跟前面去做盤點之後 把這附件的附件 全部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 然後選擇 具有發展生態文的潛力點 然後再去選擇 其中適合來做 實作步道的地方 這樣 好 這個大概就是 這個計畫的前面 那 一旦開始進行 手作步道的時候 還要再去做 包括土地的申請 然後 工項的確認細節 工項需要注意的 生態的細節 好 這時候會出現這個生態友善器 這 這只是在舉例前面的東西 有沒有 一般有大尺度的 大尺度是在 規劃階段 你需要了解 到了設計階段 跟實際進入工項的時候 你要考慮 這條路線已經定了 路線旁邊 它的生態友善的 考慮流程 避免妄動 所以這裡面就有一些 比如說西建裡面 要迴避 它的遺棄地 然後 那個 要防止外來進入 所以進出的時候 都要刷洗協領 然後 那 要避免那個 旁邊 導動它的造成太高的邊波 的組合 導致欺利會 所以我們那邊 基本上不太做 上面都擋不成 就是盡可能讓它 是 就是移挖的方式 好 然後 這邊就是剛剛講的 生態友善考量 會先考慮 迴避 縮小 減輕補償 這是依序 那 現場發現的那個 稀有植物 稀有植物 我們 考慮了一下 它是可以 移到旁邊去種的 我們就把它事先 先在施坐之前 先做移植 好 然後 粗壯老騰 這邊有做了一個 處理原則 在兩公分以下的 如果需要 可以移除 二到五公分的 非必要不移除 大於五公分的 把它架高 摩出 步道非常不亂 作為 跟志工講解 之後說 你施坐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好 然後 那 有一些那種 可能會被人家 就是衍生破壞 就是它這幾個其他 這幾種物種 是 如果大家發現的話 把它挖走 所以 我們通常 比如說你 標示的時候 不要把它標示出來 不要讓人家知道 那裡有這個 然後 呃 就是 在 我們在 步道清理的時候 來用回避 或移植的方式 來保全 這一些發現的物質 好 這個是 這個是移植 就是事前 我們去做的一些 標定跟移植 然後那有一些移植的 注意狀態 然後這個就是 剛剛說的 在水域取食的時候 上面會有這種水潛 這個是 呃 那個地方 的一種水域的 棲地生物 所以我們要避免 取食導致的 水生動物 棲息性的改變 包括濁度的上升啊 或者是賴趨的改變 就是踩太多 導致那個地方 本來是潛的 變深的 或者是造成河岸充死 這些 就是當我們在取食的時候 必須要注意的思想 就是當你了解那個漆地之後 然後 那這就是我們的實際 在施作的過程中 然後 他也會去再套別土地 全屬 然後去確認 這個是 這些都是 我們的程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手作路上不是說 你想去做就可以 把它去做好 好 然後 那這就是公相的 實際的規劃 然後一些工法 這下禮拜才會講 這我就不講 好 那通常我們活動 辦完之後 會有功效統計 然後會了解 參加的人 對於這一些活動過程中的一些 滿意度跟他們都回饋 然後呢 我們就由這個裡面呢 從前面的調查 還有這個施作的過程 慢慢我們發展出一套 針對這一條古道 未來生態靈魂的時候 他可以做的環境教育手冊的內容 然後就包括說 集水區生態朝鮮之旅的意義 然後河邊古道的歷史 生態 文史資源 跟小說物道的理念 那我們就畫了一個這樣子的圖 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在走這個古道的時候 每一件事情都是相連的 像比方說這個是本世西 它的這個地方的水域環境裡面 有一種那個苟齒地形 它其實是比較硬的沙岩 跟比較軟的沙岩 差異侵蝕的時候 軟的被沖掉 硬的還連著 然後它是一個重單協的這種狀態 那以前在蓋房子 很多都是打這種比較硬的沙岩去蓋 所以就附近就有一些土地公廟啊 或者是石頭房子 它其實是從水平裡面取柴 然後這個旁邊的茶園 它的茶是怎麼運輸的 我們特別找到當時這個地方 他們運茶的這個籠子 然後那 挑查它所需要考慮的 那個階梯的震盪的高度 我上次有講過對不對 然後那這一整個水跟陸域的 還有人類生活的這個關係 我們把這整個漆地的概念把它呈現出來 作為集水區生態潮生肢體的概念 那具體的新制度就是這樣拿出來 好 好 那 那 這個是 有刺激的案例 好 然後我會提供它後續溪流工廠 必須要注意的一些後續的策略 還有社區運動的策略 另外一個案例 另外一個案例是要講那個 我們如何在施作的過程中 考慮到漆地 然後呢 我們做了設計上的改變 這個案例 這是在台北市的福州山步道 這個在我們手中步道書裡面完整的介紹 好 請一致像 右邊這張圖 右邊這張圖呢 原來它就是 好我先講福州山這個地方的背景 原來這個區域是亂葬岡 它在辛亥隧道上面 就是現在的二邊的上面 其實有很多的墓地 然後後來不是市政府就開始牽葬 把這些墓地都牽走 牽走以後就把這個地方改成公園 好 好 那所以 它原來作為目的 到牽葬的過程中 一直到後來 運來很多外來的客土 來把那個 凹下去的地方 鋪起來之後 就表示這個地方怎樣 它已經幾乎沒有 原來自然的石頭了 它的土壤也都是外來的客土 然後它的臨像也都是赤身靈 就是不久前為了做公園才剛做 有什麼光大樹啊 烏心石啊 這一些 就是常見造野樹長這樣 好 那 在這樣的一個公園環境裡面呢 主要的路線都已經被鋪水離人 而且它的路線當時都怎樣 因為你要牽葬 要把外來的土運進來 所以它都是重計去開過的 所以它的路線都很寬 大概至少三米幾跳 就大概四米左右 那 主要路線鋪上水泥 剩下這一段 其實還有一些零線段沒有鋪水泥 這一段是沒有上零線的一段呢 它的路就這麼寬 就是因為是基居開的 然後沒有鋪上水泥 然後因為它是外面運來的客土 所以那裡面都沒有石頭 所以下雨天的時候很泥泥 然後當地人呢 熱心就去鋪了這種木板啊 地毯啊 各種各樣的東西去鋪 然後後來里長又好心去怎樣 爭取政府的預算說 這一片還沒有浮水泥 把它鋪上去 以後就不會離例這樣 然後呢 那個 里長爭取到經費之後呢 這個消息被當地常常走這條路道的山友 知道說即將要有浮水泥的這個工程 他就跑去找里長 然後跟里長說 這個地方大家就是喜歡走 就是因為它是這個山區唯一的徒步啊 然後就說叫他不要浮水 然後里長就說 他只有你那麼奇怪 你不想要浮水 其他人都想要浮水泥 結果他就被這句話寄到了 他就回去之後就做了一個表格 然後在路上 只要有人經過他就問他說 你贊不贊成這個要浮水泥 結果他收集了三天 收集到了97個反對浮水的人 然後是三個要浮水的人 都有簽名 他就跑去跟里長說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有97%的人不願意 而且他沒有篩選喔 他是有路過他都會問他 所以那個 反正里長後來就說不過他 說不通他之後就說那不然 現在這樣都爛爛的去 那怎麼辦 然後 那這個山友就跑來 他是先去找荒野 然後荒野因為在附近有一點觀察 然後荒野就找我 然後我們就去 去了以後呢 我們就會做前面那些事情 然後就發現這其實是已經生態 沒有想像中那麼 就是剛剛全部都已經操縱過了 但是呢 他有點像庇護所的那種效果 我剛才已經有當中庇護所了 這裡的生態其實是很 你們要想像到一個很小的地方 可是其實還躲了滿多東西 然後那 那他基本上是連結到富洋公園 大家知道富洋公園的地方 所以這一塊漆地是很完整的 那我們就先說 這條如果鋪水泥的話 會對這個庇護所的漆地些都會造成更大的效果 所以建議不要 那怎麼改善大家關心的泥泥問題呢 我們就做了幾件事 現在大家看到左邊這個就是 鋪水泥的終點 然後過來就都是土路就像這樣 那這裡面呢 就分成幾個狀態 你可以看到 這一邊 這邊因為中間踩的比較低嘛 然後旁邊這個地方開始有種樹 這邊前面沒有種樹 那水就會在路面上積 然後到了一個環溝就開始跌了嘛 所以他水排不出去 那我們就做了兩種不同的設計來處理水 一個呢 就是我們沿著上邊坡下來的坡角做縱向的排水溝 這個就叫做縱向排水溝 如果是橫向出去這樣橫向排水溝 就不要這樣 大家比較理解 那這個布板呢 是我們運用這個區域 民眾拿來墊在路面上的那個布板 我們把它拿來做這個編溝的 這個把它立到那個屁股裡面去 固定 然後呢 這邊產生出來的地錶 我們把它的錶土 這個錶土都刻土 我都都是鐵土 把它挖掉 挖掉錶土以後 就是由公園處提供一些清碎石 七分的三分的去做整個錶土的替換 然後錶層再用一點點土覆蓋 那在前面這個側邊沒有植位的地方 我們就修洩水溝度 就是這個 就是旁邊這個路源沒有種樹的地方 把這個比較高的路挖低 變成是路面是向下洩水 這樣了解嗎 所以 路面上的水可以直接下去 邊溝的水收在那個縱溝 那縱溝它會到一個地方需要橫向出水 那在剛剛縱溝裡面我們做了一個設計 就是做銷門石 銷門的東西 大家可能看不下去 我們請小朋友 因為那個荒野的親子床 給小朋友他可以做的事 就是埋石頭 埋在這個裡面 讓那個溝不要變成沖刷的很快 然後 那 嗯 橫向溝的部分 因為它其實是在比較多位區 所以我們橫向溝是做那種格柵 木格柵型的設計 就是你看到上面那個 就是 這其實是已經是工程的做 但是是由自公開做 做這個橫向的排水溝 這邊有一個集水井 然後有排水溝 把水排出去 然後外面做消排 然後 所以縱向溝 我們一路下來呢 會有 預計有三個橫向集水 排水的設施 把水排開 這樣子路面上就不會集水了 但是我們做到一半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那個中間是小野老師有沒有 小野老師有去做 他也寫一本書 在講他做什麼 做這個事情 好 然後 就是這裡 這裡原本 我們這個縱向溝 大家看到了嗎 看得到嗎 這邊有一個溝 到底在這裡的時候 應該要把水排進去 因為這裡是最爛的地方 而且是最寬的地方 爛的不得了 最爛的地方 那 結果我們在實際上這邊 還有一個排水溝 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發現 這個地方有很多的香蕉樹 香蕉樹 表示什麼 那個 看到香蕉樹 表示這個地方 很濕啊 對不對 水多 然後 那 這香蕉樹當然是人做的 就表示有人在那邊做 然後這邊有一個 布柏玉跟香蕉樹在這一群 咦 我們發現那個 布柏玉上面睡著一隻 台北樹蛙 哇 那想說 你看我們在實作的時候 都還不會那麼多吧 我們就突然想說 咦 現在 我為了處理這個很爛的沼澤 在這邊把水 把這個縱向的水全部排掉 那這邊就有怎樣 就沒有水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要改變設計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排水溝不做 直接取消 然後我們把路縮減 然後路往這邊拔 然後 在那邊的石頭呢 把路的墊高 這邊就變得浮足 把路墊高 裡面 回點水 但是路的幅度是 往內傾傾 好 就是讓路面的浸流水進去 邊溝的水都進去 然後這個地方就變成是 常態激水 好 當然如果好幾天不下雨就是乾 但是 這個地方就是維持它原來的潮濕 然後繼續讓霧河浴跟香蕉 好 現在這邊樹挖越來越多 好 就 當然了如果我們不講的話 我們沒有設置掉在那邊做這件事 所以大家就不會去吵他們 白天你就可以看到他在那邊睡覺 就是 很可愛 好 好 這就是我們改善前 本來是那裡頭 好 然後大家做那個 然後我們改善後 基本上路就是這樣走過去 看起來還是很突然 好 然後但是旁邊就是樹挖的傾地 好 這個是在做那一段 為樹挖繞路的那一段的圓圓 我們做佛竹路的邊 好 先做路圓石 好 然後 右下角那邊為什麼會有很多黃磚 你知道 那個 就是 那些墓地 就 還有很多木 已經 被拆掉了 但是 它還在那邊 那我們就把它裡面拿來做幾倍 做底層的幾倍 但是那個幾倍表面上看不到 就是還是拿來用 但是表面上看不到 這是 做的時候 你看那個 前面的部分就是 我說前面有兩個縱向鍋 兩個橫向鍋還留著對不對 縱向鍋到這裡 然後有一個積水錦 然後把它收掉 然後 那後面就變成是樹挖 可以 氣形的地方 這樣 好 那 所以其實 對於一個區域來說 那個 這個其實是在說生態設計 它其實不是去刻意留給的 而且是要考慮 這個地方最適合的設計 好 然後 那 有的時候 你在一個很惡劣的地方 你做了一些小的改善 你可以創造的這個漆地效果 是很大的 好 好 這個是今天的這個漆地整個漆地環境跟線型空間所可能會造成的影響的一個概論 那 後面就是 之後會講生態 自然生態的部分 這樣比較細 好 然後 那 這個自然生態的部分 包括說我剛剛說 從 中邊的牧種 動物或植物 一看 看得出來 這個輕力 代表我什麼訊息 然後我們做過到 這區 另外就是 歷史人文的部分 我請到那個鄭安熙老師 他是做愛有線非常猛的專家 然後 但他脾氣比較不怪 就是 他是我 大學的同學 但你們看到他的時候 一定會覺得 他是我學長 好 好 然後 那 他 他 就是 反正 如果因為他是來上補班的課 他應該不會太補班 所以就是 他會講 台灣的各種各樣的補道的分類 然後 愛有線 不是補道 這個 大家 稍微了解一下 好 那 看起來是 我剛剛有沒有時間 講一下 那 我剛剛說我們稍微補充一下散感距離 我其實應該沒有時間 時間 OK 好 地方差異的部分 大家上次都聽過了對不對 好 然後 那 其實 綠道 我上次在第一節都可以講過 他的目的是要維持 既有的 難道的連結性 對不對 然後要串聯 定地跟開放空間 保持他的線性文化資產 然後 能夠促進社區小的經濟等等 好 這些大家上次已經聽過了 那 路線的部分 上次你們也都聽過 對不對 但路線的部分 我可能沒有講到這個東西 就是 我們有做編碼 就是 包括0K 然後呢 一段一段 把它 因為你在 要到外國人來走 那個道路的時候 你如果說 那是什麼 補告 或是指名路線 其實是很難做解釋的 所以呢 我們是把它分成 一段一段 給他一個代碼 然後他的簡寫 基本上就是 MS 就是那個 Montent to see MTS 或MSW 目前 W是那個 水的意思 MSW.1 然後這一段 裡面有多少里程 這是 將來 系統上會出現的編碼 然後 這是整體的地域圖 其實我們非常希望 那個 真文水鋪 跟 烏山頭那邊 可以盡可能 用水路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 這個 這個是目前我們在圖文 就需要非常多的努力 那 這裡面大概會經過 上次有講 兩個國家公園 兩座水庫 台江浴山 兩座 真文 沐山頭水庫 跟國家公平均 有希拉雅跟哈利山 那它會連結 周祖希拉雅 台江的這個 有畫圈 然後 那其實這裡面有考慮到 幾個歷史要素 就是說內海之路的部分 就會從 這個 海清的這個歷史開始成 就是內海 它怎麼樣 從 這個 大根跟文化的時期 就是 那個時候 你直接看圖好了 原來 現在的海岸線 跟 這個大國旗的 海清的時期的地域 然後 那個時候主要的 希拉雅 海岸的四大社 分別在什麼位置 然後呢 周倫希的改道事件 對於這個內海的地形的改變 然後呢 後來 到了19世紀的海岸 其實基本上 已經跟現在 差異不是非常大 然後呢 日據時代的時候呢 就是發生了 比如說 愛山森林鐵路啊 或者是 這個運河等等的 這個故事 那這個是 梳里內海的部分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他往山上去的 這個 會跟周族 跟希拉雅族 跟府城之間的 遷徙路線 會有關係 那這就主要會參考 那個 楊岸俊老師 跟淑仁老師 他們寫的 周族 過道系統 成為調查 那基本上 從荷蘭時期 到清延時期呢 希拉雅跟周族的人 他們要走到 加南平淵的路線 大致上的三體 有這個 台南到玉山的 加伊到阿里山的 還有在加南平淵這一帶 好 那 呃 這個 呃 呃 呃 其實你們應該給我來說 好 所以套疊的 不同時期的路線 就是剛剛說的 周族跟希拉雅的 不同前期路線 還有就是 那個 那個 山洞府 你知道 就是 OK 大家知道山洞府 諸羅山洞府城的 那條浮道 然後去套 套疊 他的圖姿 然後 大概 其實也 旁邊還有一些線 可以選 好 那 但是其實 主要的路線 基本上都已經變成公路 好 就是這些路道 基本上都已經是公路 好 然後那在 中間的水利路道 是 一個重點 好 就是 我們 呃 主要其實是 加南大軍 還有陸森林的 東溪孔 銀水孔的那一段 好 那 基本上 這個路線呢 他就是希望能夠 呈現這些不同的主題 好 OK 好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這三大段 內海之路 好 然後 內海之路 沿線會有比較多 汗冷的體關 好 然後 還有就是那個 呃 就是 余溫這些 好然後水浸之路呢 就會 有一些水利的遺產 然後希望自己成為主 好 然後有一些 這個渡巢的 文化之巢 好 好 然後 那 呃 他們原初的一個構想 到 後來在規劃的階段呢 逐步在不同的歷史線索裡面 去豐富 他的 論述基金 好 然後 而有現在的這樣的規劃 而這樣的規劃 又需要去考慮 旅遊的 銜接性 好 大眾運輸 或者是聚落節點 好 哪裡可以住 哪裡可以吃 他的生活機能 那我們基本上 標示出來 有六個沒有大眾運輸 可以處理的節點 這個就會是 就是 未來 在政策推動上面 要去說服其他的工作 必須增加的設施 好 然後 那 也做了一些分段 好 全程的話 預計是八天 好 然後分別有什麼樣的運聚 好 然後呢 分段的話 呃 內海支部 大軍支部 跟社山支部 所以現在呢 不是那個阿太跟呆呆 他們要從那個 玉山走下來 好 要第一個把他整個 用 其實他們在茂城 他們之前在 很多人也走過 從 山下走上去 或從上面走下來 好 那 這一次是希望從 使用 就是 布洛克的角度來 談他們 原先看到的一些東西 好 然後 當然還有就是 茂城 一直希望能夠做到 環春律的 好 上次他有講 好 就是 這一個 山海軍的 主律道之外 每一個村莊 可以有 插出去的 小環圈 作為他們 生活 連接到這個 主要路線 生活的路線 他們散步的路線 所以這個環春律道呢 就還會有 不同的考慮 所以 我們預計是 11月2號是去做 舍舟路道 11月3號呢 會對外辦一個環春律道的 那個 四種活動 就是 把這種 呃 其他空間 在都市環境裡面的 這些設計 能夠 落實到 所以這個是 整體的規劃 剛剛那個是 目前預計的LOGO 但是還沒有確定 就是 有三海軍的 這個 意向 然後 好啦 本來還要講 烏山嶺多西孔 手作步道的 事前的那些調查 就是我們 剛剛講到的 棋地在做一條步道之前 會有比較 進入 剛剛這是規劃階段 到了設計階段的時候 還有 文史跟生態的考慮 必須把它放進來 好 那個等 下次再講 下次跟手作步道的時候 一起把 烏山嶺手作步道的 這個 前面的調查 其實跟著今天的課 是不關心的 基本上 如果大家問後面的兩位 就是 這個進階課出來 就知道 他們在進階課 就是要學會做 我剛剛說 那個主委的事情 就是這個步道的規劃 那個設計階段 要怎麼套別圖資 要怎麼確認那個 做什麼 生態要文史調查 那些資料的整體 這樣子 大家有對於上 進階課有沒有興趣 OK OK 好 那 我們兩個笑成這樣趕 OK 好 那 我 今天這個課 就先講到這裡 我現在要讓 馬國 來主理 我們剛剛說的三更慈禁 好不好 好 那我現在就去趕後 吃 拜拜 拜拜 謝謝 好 本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